去年成功舉辦的 MTV最強音 今年重磅回歸 也有金曲新人 切子彈打頭陣 即將在8月11日的 最強新創作演唱會上 與其他多族藝人 一起帶來精采表演 稍微有比較忙一些些 但真的很開心 謝謝 我覺得還有進步的空間 比以前多多少幾倍 比以前大概多 大概五千六百多倍吧 天啊 現在這組滿多的 之前不是最主的時候 是人吃一條族嗎 是 那現在可以吃幾條 現在可以一人吃一條了 對 上次在金曲新人士 也是超級緊張的 那這次一樣 就是要唱更多的歌 其實更加的緊張 希望能夠表現得很好 在後面一起 一起跳一跳 動一動 然後喊一喊口號這樣 羽毛條 沒有這個方法 沒有 跳一跳 動一動 然後喊一喊口號 這樣就會心情比較好 口號大概是怎樣 心情樂觀 感恩喜福 緊接著8月12日的 最強新女生 集結了李嘉薇等眾多 超強實力的金聲帶歌手 李嘉薇更預告 當晚才會有令人 意想不到的驚喜演出 除了是我自己那一趴 我會用特別的樂器之外 我還邀請了好朋友上台 但是我真正的在台上邀請 將互相合作是第一次 而且可以預告一下 這一次的合作 意義上的跳動 跳動到不行 大家想像不到 完全想像不到 連我自己也想像不到 我們當初選歌的時候 我也覺得那歌實在太好笑了 怎麼會這樣 他是完全沒有看過的李嘉薇 我寫保證 你完全沒有看過這樣的李嘉薇 熊仔所代表的最強新說唱演唱會 也將在9月份登場 進來趕著錄製新專輯的熊仔 儘管睡眠不足 仍現身記者會立聽 其實我這次的演出 也會把我新專輯的歌 第一次在這個舞台跟大家分享 這個專輯它的主角叫做爆子彈 然後它是一個很憤世技術的 一個傢伙 連我自己都不太喜歡它這樣 然後所以說這一次的演出 要特別去跳一下說 因為它的尺度其實很 就是它的尺度滿狂的這樣 所以要特別跳一下 相較其他的前輩 才剛出道不久的男團CTO 將以最強新勢力一同參與演出 只是怎麼少了一個人 這其實是因為學校的 有事情要趕回去 會不會希望他都不要哭 都不可能 人家希望 希望我們團也會 那這樣子表演應該只有六個人 六個人 一定會 有沒有怎麼樣可以跟本次舞蹈 一些相對的騙動 我覺得這個要回去再練習一下 要練習一下 要練習更近距離 因為它畢竟跟千長會不一樣 千長會是更近的 但是它其實是有段距離 但其實也是很近的 對 其實我們就是 應該主要是要帶動吧 帶動那種感覺做到 四場不懂主題 今年跟結合4G的全新互動體驗 全力打造華語音樂的經典盛世 錯過豈不是太可惜 完全樂超級的林輝玉採訪的刀 觀察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